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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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在這邊 那烏布不用說啦 梯田啦 皇宮啦 市集啊 通通都聚集在這邊 那看到了這張地圖呢 要來推薦大家 來到巴黎島必玩的是什麼呢 什麼東西 一定要來到一個地方 那就是海神廟 這經典的 旅行團也都會走的 經典的行程 這個海神廟呢 它的印尼文呢 其實就是海上的一塊陸地的意思 所以呢 它就是蓋在一個這個岩石的上面 就是在懸崖邊非常的美麗 而且它有一個特色呢 就是它在退潮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走過去那邊參拜 所以可以登島的啊 對 所以大家要注意 大約在下午3點左右的時候 是去海神廟的最佳時機 退潮的時候 你剛好可以沿著這個岩石 走過去 然後參拜一下 重點是在傍晚的時候 海神廟這邊有絕美的夕陽 最美落日 對 最美落日在這邊 但在這邊呢 當然除了海神廟可以參拜 旁邊有很多市集啊 可以逛逛走走 但是有個問題來了 怎麼了 因為我剛剛說了 每個人都要來海神廟對不對 對 所以海神廟這邊呢 就會非常的塞車 如果呢你想要欣賞絕美夕陽 今天推薦一個地方給你 那就是呢 這一間 Fins Beach Club 這一間我真的是大推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它每個座位呢 就坐落在這個水的上面 然後呢在這個上面高高起來 這個平台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包廂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 人比較多 你就可以選擇訂這個包廂 是 這個包廂就有居高臨下的感覺 往下面一看呢 就是整個的園區 你就可以俯瞰 然後重點是它在這邊呢 還有一個無邊際的泳池 除了你可以呢 就是坐在你自己的這個包廂裡面 喝個飲料 喝個酒 然後之外你也可以 跑去無邊際的泳池 重點是這邊的夕陽 也很漂亮 完全呢就是可以避開海神廟的人潮 來到這邊欣賞夕陽 那在這邊呢 無時無刻都會有DJ 播放音樂 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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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來到峇里島 最Chill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來到一個Beach Club 喝點小酒 聽著音樂 看著這個海浪 然後吹著海風 超級舒服 對 氣氛太棒了 想問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很美的夕陽 可是Eason 聽說峇里島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夕陽 對 一樣也是在金巴蘭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一間酒吧 是在這個阿雅娜的這個度假村 旁邊它自己複設的酒吧 但是它把酒吧蓋在就是這個 金巴蘭它的那個很獨特的那個地形 就是它的那個斷崖的上面 懸崖邊的意思就對了 然後你要去那個酒吧呢 你必須要先搭纜車下去 搭纜車啊 對 所以你搭纜車的那個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 你跟整個峇里島已經離開 就是與世隔絕了 感覺去旅島了 對 你們自己在一個 非常非常獨特的這個角落 然後在這個角落呢 它剛好是正對夕陽的那個位置 所以那個夕陽時間的那個包廂呢 都特別特別的難定 對 但是那個時間美到就是那個 夕陽灑下來以後加上那個金色 然後那種 臨坡循循那種閃閃動人的感覺這樣 很多人都把這個地方當作一個約會 或是求婚的地點 難怪你說要留一段時間才可以看到這種七彩變化對不對 就是留一兩個小時 而且你要先那個特別的先去預定 因為如果它是包廂的話 它的這個包廂比較南地 它的座位並不多這樣子 哎呦 不過這個應該算是可以小酌一番的地方 那如果到了晚上我要吃晚餐的部分呢 這裡有推薦嗎 這裡因為金巴蘭呢 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這個海灘燒烤 其實你到那個區域以後呢 你還不用走到海灘 你已經聞到那個陣陣的那個烤肉味 香味 然後呢我今天要推薦的這一間叫做Lia Cafe 那這一間呢 其實它也是在就是夕陽這個時間呢 很多人就會直接在這個沙灘上面 然後呢這個沙灘上面就吃自己的這個燭光晚餐 那它呢就是有這個 巴黎島最著名的這個明蝦 龍蝦 大蛤蜊 然後呢他們特別會用當地的這個辣醬 俗稱ABC辣醬 其實呢就是這個蒜頭嘛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非常辣的辣椒 還有一種是他們的獨門醬汁 然後就沾著這些海鮮吃 那他們會配上一些空心菜啊 解膩然後還有馬鈴薯 讓你這個吃飽 而且我記得我上去吃的時候 他其實還有一些樂隊會在旁邊演唱 甚至有的還會唱國語對不對 對對對 他會問你是哪一個地區來的 然後如果他知道你是華人的話 可能就唱月亮代表你的心 對然後你可能就要付給他一點小費 但是你覺得那個氣氛下 用餐是一個很放鬆然後很度假的feel 我必須要講 因為如果你在台灣啊這樣的氛圍 這樣的海灘這樣的內容 可能一個人大概一千五兩千跑不掉 那如果我在巴黎島這樣吃一頓大概多少錢 像我們照片中這樣子一個餐的話 一個人是七百塊 對 不到一千啊 不到一千 對 所以CP值算是很高的喔 只是呢 欸在這裡啊當然是非常的放鬆 而且在海邊呢吃著這個美食 但我就要問一下伯爐 因為你是生技專家 到了海島啊吃這些天氣熱底下的海鮮 有沒有特別要留意什麼東西啊 當然我們去海島國家就是 大家都是想說我們可以多吃一點海鮮 對啊 那其實喔出國玩喔 還要忌口是一件 對大家來講就是好像就是 有點辛苦 對有點辛苦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去海島國家喔 我們常常會吃到很多的海鮮之外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海鮮啊是不是有 例如說生食之外啦 有沒有適當的做一些加熱的處理 去做一些殺菌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海洋裡面喔 還是有很多的細菌啦 微生物啦 這些東西我們都擔心出國之後 包括有水土不服 甚至水質喔 不適合台灣人去飲用 有些地方是硬水嘛 對 那其實喝完之後 我們都會有一些腸胃不適的症狀 那其實我們在出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特別喔 去看一些熱帶國家自己有的蔬菜水果 我們可以藉由吃當地的一些水果 然後幫助我們自己的這個 所謂的消化道的一個 幫忙我們比較順暢 那例如說在食物的部分 我們可以選擇梅子啦 檸檬啦 葡萄柚 這些在熱帶國家應該都蠻常見的 那其實喔 它有比較豐富的像是有機酸 這種水果吃起來都酸酸的嘛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看有沒有 例如說銀耳啦 芹菜啦 番薯葉啦 那其實這些蔬菜水果 除了膳食纖維很豐富之外 它可以幫助我們 比較不會這麼的卡卡 那再來的話呢 銀耳有很多的多糖體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消化比較順暢 那幫助我們的一個好菌的發展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海島國家 可以去特別找這樣的蔬菜水果來使用 只是你到海島吃東西 還是要稍微像婆爐一樣 注意一些地方啦 對 免得人家在玩裡 待在房間出不去了 真的 而且我們到海島 我們最期待的就是 住一間舒服的飯店 小子 你休息一下我們可以去哪裡度假咧 沒錯 就是來到巴黎島的南部呢 像剛剛Sindy跟Eason介紹的 這裡最著名的就是夕陽跟海灘 是 對 那我今天推薦給大家的這一間呢 位在水明漾的這個W酒店 它就是因為它飯店本身面對著印度洋 是 所以讓你可以不用跟別人人幾人去任何的景點 你在飯店裡面 不管是你在泳池啊 在房間躺在床上 對 或是在它沙灘畔的那個發呆庭 只要在夕陽的就是落日時分的時候 你都可以非常的放鬆的享受 這一整片的沙灘夕陽美景 就飯店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欣賞美景 對 就是非常棒 那一般來到我覺得巴黎島入住的人 大家都知道巴黎島的飯店 它一定會分成就是一般的客房 還有就是Villa的房型 對 如果你口袋夠深的話 選擇Villa的房型 就會看到像照片這樣子 就是你一開 推開窗戶 就有自己的獨立的泳池 太奢華 這好適合跟音樂喔 對 但是如果說 如果我們小資族怎麼辦呢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享受 不用擔心 就W酒店它非常貼心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張照片 它的泳池其實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分成很多區 就是不同層次的 就是小區塊的泳池 甚至還有一些就是 可以直接延伸到泳池中間的一些小臥鋪 就是讓你 即使你沒有自己的獨立泳池 你也可以在這邊享受自己的一個區塊 就是不用跟別人人擠人 就是房間和泳池的位置都是面海的 你不用想說我還要特別去挑對哪一個房型 還是要加價什麼的都不用 就在這邊你就真的非常的放鬆 所以就是很推薦大家 如果不想人擠人的話 直接入住這樣子的海景飯店 價格咧 價格會很高啊 W酒店一個晚上 這個是雙人房 就是平日週間 就是週間的價錢 畢竟這算是比較奢華的酒店 一萬兩千多塊提供給大家 只是剛剛我們看一下巴基島地圖 其實我自己思心覺得巴基島像一隻公雞 剛剛我們主要都在巴基島南邊 就雞腳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雞腳過了一夜之後 那我就要問一下欣宜 來雞腳過完一夜 這個隔天去哪裡 接下來帶大家來到了這個雞肚子是不是 中部我們的烏布 來一個熱門打卡的一日遊 烏布這邊非常好玩 你看有烏布的泛舟很刺激 然後來到烏布皇宮 你看就是非常的就是 很有當地的特色的皇宮 傳統市場也是壁逛的對不對 買一些這種伴手禮啊 當地的一些小東西 然後再來呢就是梯田的下午茶 感受一下這種悠閒 在巴基島就是要很chill 很放鬆的感覺 最後呢再來現在最後的 Bally Swing 山谷秋千 在這個行程當中呢 我最推的來第一個 哪一個 烏布泛舟 烏布帝王 這個烏布泛舟呢 就是一到的時候呢 它其實有幾個路線可以選 當然如果年輕人 你想要去走 走走走走走走的話 也OK 那如果說全家大小一起去 只是想要好玩 for fun也OK 那我今天就介紹呢 就是全家人的這個行程 路線呢就是你到的時候 它會先到你戴上安全帽啊 戴上這個救生衣啊 就下去 然後呢就開始呢 全家人就是有一種 同心一力的那種 滑船 對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齊心的感覺 這樣一二一二這樣 然後它的這個呢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急流 這樣讓你刺激一下 有時候呢比較平坦的時候呢 這時候船夫就非常重要了 怎麼說 因為呢那個船夫很可愛 他就會故意讓你在那邊繞圈啊 故意讓你推去撞一下那個石頭啊 然後呢兩船相接的時候 你還有卸購的機會 因為呢 因為呢 對 兩船相接的時候 那個船長還會說 來來來 拿你們的船長去潑對面的那個船 然後兩邊就這樣 這樣子互潑 然後就很好玩 然後中間到一半的時候呢 它就有一個休息區嘛 然後就有一些小攤飯啊 喝個椰子汁啊 喝個水然後拍照啊 什麼的 然後再繼續飯玩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這個飯走得很大推 大概半天行程吧 對 大概沒有 大概就是整趟大概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就結束了這樣子 好 那除了這個飯舟之外呢 當然最新的我們這種資深網美 對不對 一定要來的就是呢 巴黎Swing 山谷秋節 它跟飯舟一樣是有難易度的 它是有選就是呢 簡易版跟高空版 所以呢提醒各位 如果你是想要刺激的話 你就選Higher 但如果你想要拍美美的這個 漂亮的網美照 記得呢選難度比較低的 Lower Lower 那在這個園具裡面 其實除了可以當秋千之外 它還有很多的這個美景可以拍 例如說現在最流行的鳥巢啊 就你可以坐在那邊 躺在那邊 或者是它裡面也有咖啡廳 它會問你要不要來個 射香貓咖啡 很Chill的來喝一杯咖啡 就也很好玩 欸所以啊 我們剛剛在屋部啊 跟著新穎的腳步啊 這樣玩等於是一整天的時間 對 那又要找一個住的地方了 來來來來 今天巴黎島小子孫是訂房主的 對 中部這裡也有推薦厲害的飯店嗎 中部呢 就直接帶大家入住 巴黎島最美最時髦的飯店 唉唷 剛剛的W號代表還不夠美嗎 中部最美最時髦哪一間 休息一下 亞洲夢幻海島小旅行 剛剛小子說來到巴黎島 要住就住最時髦最夢幻的酒店 到底是哪一間 就是我們來到屋部啊 這裡跟水民一樣的沙灘風景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這一次呢 就帶大家入住一個隱身山谷中的 都市綠洲 綠洲啊 沒錯 就是這一間 那這空空屋馬呢 它其實距離剛剛Sindy介紹的這些 屋部市集啊 屋部皇宮啊 都非常近 開車車程大概只要5到10分鐘就到了 所以它的location非常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的房間就是整個是採用 就是大量的白色當主色調 所以你來到這種炙熱的海島國家 看到這種白色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說 多了一種清新感 而且你不管選擇什麼樣的房型 它旁邊就是用大量的那種 森林植栽去做布置 對 然後你在泳池啊 在房間啊 像它的房間也是一推開房間 你就可以看到泳池的那一種 然後你就會整個就是 享受那種綠意環抱的那種感覺 就非常的放鬆 所以我就非常喜歡這邊 那它所有的房間 它其實是整個度假處裡面 就總共只有46間房間 不多 那它每一間房間呢 它都提供了像瑜伽店啊 就是有自己戶外的發呆庭啊等等的 就是你真的就是可以很享受 自己的時間和空間這樣子 那它這個飯店裡面的餐廳 也都很好吃 而且餐廳的風格也是延續了整個飯店的 像這種綠意環抱的感覺 就是來到這邊就非常非常的放鬆 所以很推薦給大家 價格咧會不會又很高 價格的話 雙人房 一樣也是破萬 對是破萬 就是比剛剛稍微便宜一點點啦 就是一萬一出頭這樣 好所以小子又推薦大家一間 相當不錯這個城市綠洲的飯店了 只是要持續過一晚之後 要問一下心儀啦 我們剛剛去了這個京巴蘭 去了烏布大家都很熟之外 巴厘島現在還有哪些新景點不能錯過呢 首先呢來看到呢 是這個天堂之門 這不用說啦 這是巴厘島最近呢 也是非常非常夯的一個景點 超紅的 一定要來到這邊呢當仙女 那為什麼會紅呢 其實它是在這個聯浦陽寺裡面 這個善厄門 大家都知道 這個巴厘島這邊有很多這樣的善厄門 那重點就是在於呢 它在這個善厄門的中間 就直接讓你看到這個阿貢火山 所以呢 你就在這個善厄門的後面 你就看到那個火山 就覺得好像有一種通往天堂的感覺 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加上呢 大片的這個藍天 它下面呢有這個水面再倒映下去這個善厄門 就等於是連成一線 就這種鏡面的感覺 所以呢很多人都來到這邊呢 一定要來拍照打卡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喔 來到這邊呢 他是要交給專業的人拍 你要排隊 不能自己拍 然後呢你要給那個專業的人 就一萬億一頓 那也很便宜 就二十塊錢台幣左右 大概可以讓你拍個五到十張 是很划算 很划算 對但是來到這邊呢 要注意因為畢竟它也是個寺廟 所以呢穿著上 像我這樣 就打妹喔 這樣就不行 不能夠露肩膀 我們要把這個肩膀 好好的給它收起來 然後呢進去寺廟的時候呢 還要首先要先租它那個salon 就是呢大概在兩萬億一頓 就四十塊錢台幣這樣 所以呢服裝上也要特別注意 好那天堂之門很漂亮 再來呢還有這個橫河聖泉花園 再來呢還有推薦就是這一間 烏絨水宮 水宮 對 它呢就是一個宮廷來著 一個皇宮來著 這個地方呢其實原本呢就是皇室 他們呢就是宴請他們的外賓來住的時候 就會住在這邊 那它是一個完全蓋在水上的一個皇宮 非常的漂亮 那現在呢開放觀光 我剛剛說是皇室招待外賓對不對 就想像自己就是那個外賓 今天就是這個貴客然後來到這邊 那因為這個烏絨水宮其實呢 相較於剛剛什麼天空之門啊 還有前面講那些什麼盪鞦韆的地方啊 還有什麼海神廟來說呢 是比較少人會去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拍一些美照 來到這邊很棒 那這邊呢其實多了一點異國的風情 因為當時它在蓋的時候呢 它是用這個中國的建築石 荷蘭的建築石 然後再融合當地的一些特色 去把它融合起來這個建築 所以你會偶爾看到一點歐洲的這種感覺 又有一點東方味 然後呢 對對對 然後又有一點這種印尼當地的感覺 就是有中西河壁 那在這裡面 壁拍的景點在哪裡呢 它有一個長長的走廊 是 就蓋在水上嘛 因為我說這全部蓋在水上 然後你就好像呢 漫步在這個水上的感覺 然後你就可以在走廊上面 就是你知道走台步生產台 對然後拍個非常漂亮的照片 所以你等於是到了東部啊 也有很多景點命境不能錯過 對到處都漂亮 到處都好玩 不知道有沒有到處都好吃 想問一下Eason有什麼美食是不能錯過的 在巴厘島呢 你一定不能錯過的 這個髒鴨飯 喔最有名的 對 然後如果你來到烏布的話 你一定要去吃這個髒鴨飯 那這個髒鴨飯呢 它總共用了14種的這個辛香料 有包括那個印尼豆啊 八角啊 蔥薑蒜啊 然後各種辣椒 就是很多南亞風味的辣椒 對還有那個獨門蜜汁這樣子 然後它非常的費時費工 總共要花6個小時才能製作出一隻髒鴨 對然後呢 我們在吃的時候呢 它的外表是炸的那種酥脆的那種口感 但是吃下去以後你會驚為天人 因為它連骨頭都可以化掉 就是它的頭都可以吃啊 對酥脆的程度 你在咬它骨頭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在咬那個鱗嘴一樣 就像卡滋卡滋卡滋的 然後就化在你嘴巴裡面 對然後吃下去的時候你會 因為有些人會怕鴨可能會有個鴨味 對對對 但是它完全沒有那個鴨味 它就是保留了這個鴨的這個肉質的這個鮮甜 是 好吃的味道 但是去除了這個鴨的這個本身的腥味 香料的味道反而更重就對了 對 然後你就覺得跟這個鴨的肉味 這個集合的非常非常的好這樣 厲害 對對對 主食吃完之後呢 當然就是要來吃我們的甜食了 那這間Gusto Gelato Cafe呢 是全巴黎島最有名的冰淇淋 喔吃冰淇淋 對 因為它這個冰淇淋呢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gelato 就知道它是這種義式的冰淇淋 對 所以它吃下去呢 其實你不會像吃一般的冰淇淋 有那種空氣那種空空的感覺 它是非常非常紮實的 然後呢它用的這個材料呢 都是當地的這個新鮮水果 對 那我們知道這個南洋的水果有非常非常比較多這種特別的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的 比方說這個就是紅毛榴槤 喔喔 紅毛單家榴槤 對 然後樹番茄 樹的番茄 白芒果 螺旋藻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是非常新奇的口味這樣子 所以你在裡面呢就可以去體驗看看 不同的這個不同口味 然後是我們平常在台灣吃不到的這種口味的冰淇淋這樣子 不過光聽Eason講啊 都口水直流 但是他剛剛有特別強調喔 很多的張牙飯 各種辣椒 然後熱排各種辣椒醬 最後又吃冰 問一下博物 又熱又冰 又是重口味 又是很多醬料 這樣吃這些東西要注意什麼地方啊 它的這個調味的部分其實是比較刺激性的 那我們要比較注意喔 像我們在吃這樣這個味道比較重的這種食物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造成我們消化到一些慢性發炎的一種情況 對 那再來的話呢 剛才也有提到 我們吃完熟食之後 然後可能下一個就是吃冰品甜點 那其實我們在冷熱交替的過程 還是會建議大家盡量中間間隔半個小時 因為其實無論中醫還是洗醫 它都會特別強調 不要冷的吃完馬上吃熱的 熱的吃完又回去吃冷的 因為其實這個在我們消化到肌肉收縮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種就是協調不衡的問題 要給它有休息時間 對 大家給它稍微休息一下 那如果說這樣冷熱交替 很容易會有什麼未食道逆流的這種情況出現 對 那其實我們都 假設我們已經規劃好 要去這種熱帶國家遊玩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就可以先做一些預防準備 什麼預防? 對 我們要怎麼準備呢? 其實我們在台灣就可以去選一些食物 先來養好我們的消化道 例如什麼呢? 像我們平常在吃的時候 我們可以吃玉米、優格、蘋果、紫菜 這樣的一個蔬菜水果 它其實裡面有比較豐富的 例如說像膳食纖維 它可以幫助我們這個腸道的菌 養得比較好 再來鳳梨、木瓜、奇異果 水果 它裡面有很多的蛋白質分解酵素 那在我們木瓜跟鳳梨 它在我們平常食用的時候 也可以幫助我們分解一些肉類 對 我們來說 比較不會有消化道不良的問題 再來我們平常也可以多吃一些 白木耳、海帶、菇類 這種東西它裡面的多糖體比較多 那這個多糖體它就是屬於 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們消化道都有所謂的黏膜 它在平常我們多吃這種東西 可以在我們的黏膜上面 形成一層保護層 它就比較不會受到這些 重口味的食物給刺激 對 所以這麼提醒的告訴大家了 玩的也告訴大家了 直接排個五天的行程也給大家 巴厘島怎麼玩 馬上五天的行程列出來 第一天到達巴厘島之後 就先在南部這裡玩一玩之後 第二天直接到了中南部 包括了剛剛有金巴來喊灘 接著第三天到了中部 烏布這裡有泛舟還有剛提到 盪鞦韆這裡美照拍不完 再來第四天就到了東部 包括了這個天堂之門 還有包括了水公 最後一天再回到南部 把該買的伴手禮全部買一買之後 直接就可以準備回家了 好所以亞洲第一個絕美的海島 帶各位到巴厘島了 那接著第二個 那我就問一下小子 來來來來 剛剛我在巴厘島 那接下來您建議去哪個島呢 那當然我就會推薦 就是被知名旅遊雜誌評選為 全世界最美島嶼的巴拉望群島 它不僅是人間仙境的代名詞 而且它還被譽為 菲律賓最後的處女帝 菲律賓最後處女帝到底在哪裡呢 還有號稱人間最美仙境 到底多美 休息一下 亞洲夢幻海島小旅行 剛剛呢小子說 接著我們要去呢 被譽為是世界上最接近 先進天堂的地方 巴拉望 到底多美啊 這個巴拉望群島呢 它曾經被 就是美國知名的旅遊雜誌 評選為全亞洲最美沙灘 然後是全世界最美島嶼的No.1 第一名啊 對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它有多美了 那它其實這個巴拉望群島呢 它是由1768座島嶼組成的 這麼多 上面的島嶼非常多 那我自己就是很喜歡的 就是在巴拉望群島裡面的 就是我很推薦的 就被譽為這個生態城市的公主港 公主港 還有人家人稱人間仙境的愛妮島 跟絕美的潛水聖地科隆 這三個地區呢 是我自己來到就是菲律賓 非常非常喜歡很推薦給大家的 對 那如果你時間有限的話 我很推薦大家 如果來到公主港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選擇就是這兩個 聖保羅地下河公園 這聖保羅地下河公園 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的是 普林賽下地下河公園 就它有不同的 就是其實就是音譯跟就是名字這樣子 都是在講這個地方 都同一個地方 對 那這個聖保羅地下河公園呢 它是全世界最長的地下河 它有長達8.2公里這麼長 那因為這個地方我剛剛說的 它非常的原始 然後它也是一個被保護的地區 所以現在呢這整個地下河流呢 它是只有開放4.5公里的長度可以看 對 那你就是搭乘這個小船進去呢 大概全程會來回大概一個多小時左右 那進到這裡面呢它很特別 我會覺得它很像是一個地下世界 怎麼說呢 它這個地方呢是非常著名的 就是科斯特地形 所以你到這個山洞裡面 首先呢你就會感覺到哇有一股良意 然後因為它裡面沒有很多人為的 就人工的一些比如說燈光啊造景等等的 就全部都是非常原始的 那不就很暗嗎 對 很暗 所以你一進去的時候 它完全的你看到的景致 就是靠著那個船夫頭上的頭燈 它會指引你就是看 比如說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這樣子 那大家都知道 科斯特地形進去看的就是像這種 石灰岩中乳石的地形 那它這個裡面呢 中乳石有非常多奇形怪狀的 像是譬如說耶穌的聖像啊 聖母瑪利亞啊 還有到什麼恐龍啊 然後各種海底生物魚類啊 還有一些水果等等的 你就會覺得 哇就是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功 然後因為可能有些人會想說 那我來到這個地方 我可能英文不夠好啊 我聽不懂船夫的介紹怎麼辦 怎麼辦 就是不用擔心 它這邊很貼心的是 它有附一個就是導覽的 導覽的機器 對各國語言的翻譯機 那你就戴上耳機 然後一邊可以聽著船夫的指引 這樣子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每一個景這樣子 那就是逛完了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還推薦大家來到這個藍色大教堂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菲律賓這個地方 有很長一段時間就經歷了西班牙殖民時期嘛 對 所以在這個菲律賓裡面有大量的那個殖民色彩 包含它的就是一些就是食物啊 或是像教堂這個東西 就是也是來到菲律賓必看的一個地方 那那個藍色大教堂呢 它是在就是公主港最大的教堂 對 它跟一般的教堂不太一樣的是 它給你的感覺就是一種很優雅很高雅的感覺 它整個外觀呢是白色為主體 然後配合那種就是有點淡淡藍 那種嬰兒粉粉的那種藍色 就很漂亮 對 然後你進到裡面 它連包含旁邊的玻璃窗也都是藍色的 所以照進來的光你就覺得 哇這整個就是好像一個藍色很夢幻的藍色世界這樣子 然後在裡面你就會很放鬆心情 然後拍照起來也非常漂亮 網美去這裡已經拍瘋了 暗戰飆升 那問一下CINDY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想要去哪裡再走一走咧 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去跳島 來到就是愛妮島的地方 那這個愛妮島呢 其實就是一定要玩的最經典的就是跳島的行程 那它有ABCD四條的路線 剛剛那個Eason有各種辣椒對不對 是 我這裡有各種細湖 唉唷 為什麼 來看到大家這個大細湖 首先先來介紹一下 來到這邊其實要先介紹一下它的地形 為什麼很漂亮 它其實本來是一個石灰岩的洞窟 經過今年累月 風吹 雨淋之後 它的洞口攤陷了之後 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細湖的景色 那來到這邊你會發現 它每一個細湖的湖水的顏色都不一樣 然後經過陽光的照射下來之後 那樣子的顏色會反射到它旁邊的這個石灰岩壁 那這個石灰岩壁又非常的高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顏色照耀在這個石灰岩壁上 讓每一個地方的石灰岩壁 也呈現出不同的光影變化 所以雖然聽起來都是細湖 但是每一個都有它自己個別的奇幻美妙之處 首先先來看一下這個大細湖 大細湖就是可以坐船進去 但是僅限於漲潮的時候 它退潮的時候你必須 要滑這個獨木舟進去 那裡頭你就會可以看到 哇 那個岩壁非常的漂亮 然後在這裡大細湖的湖水顏色 我剛剛說每個地方不一樣對不對 對 在這裡是走這種很清澈很清透 彷彿你一眼肉眼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湖底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美麗 緊接著下來我們來到了小細湖 小細湖的湖水各位 怎麼樣 超級美麗 它是藍綠色的 就是很夢幻的顏色對不對 超級美麗 就是很夢幻 來到小細湖它一樣 因為它比較小一點 所以一樣滑著獨木舟進去 然後緊接著下來 你在走到的我們的神秘細湖 既然說它很神秘對不對 那怎麼樣 它也不能滑船進去 它的進去神秘細湖大概只有一個洞口 然後一次只能進一個人 你要自己這樣子游進去裡頭 游進去 就是爬進去裡面 然後來到神秘細湖 這裡的湖水 是呈現淡藍色的 所以你就覺得 每一個地方 你就會覺得 每個地方 你就會哇哇哇 都不一樣的感覺 尤其是在神秘細湖這邊 你一定要記得抬頭看 為什麼 因為它的石灰岩壁 在這個上面 竟然形成了一個愛心的形狀 很夢幻對不對 所以你抬頭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天空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情定細湖 對 超級無敵的 就是美 就是美 沒什麼好說的 浪漫 然後再來呢 你就可以來到清水島 那來到清水島這邊呢 其實呢就是浮潛的一個很棒的地方 因為在這邊有很多的珊瑚啊 然後你有很多的熱帶雨啊 但你說我又不會游泳什麼的 不用擔心 這邊呢 它不是那種大浪型的 就是很簡單 穿著舊身衣 你只要帶著那個浮潛的這樣 你就這樣往下去看 哇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透明 熱帶雨就在你旁邊 咻來咻去 咻來咻去 所以呢這就是一個呢 愛妮島非常經典的跳島行程 一定要參加 為什麼一定要參加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樣子一個經典行程 只要多少錢嗎 就跳那麼多倒3000跑不掉吧 一個人只要500多塊台幣 台幣500多吧 是不是很划算 哇真的很划算耶 是不是一定要去 真的耶 所以難怪啊 剛剛看了這些景點 我就知道為什麼愛妮島 被稱為是菲律賓最後的處女帝 因為完全未開發啊 純自然的好不好 只是呢在那麼自然 那麼天然的環境裡面 我就擔心了 Eason會不會沒東西吃啊 不用擔心 我肚子餓 對 在巴拉旺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當地的海鮮 因為他們就是四周都是海嘛 對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這一間呢 卡路伊西夫Restaurant 它是在這個巴拉旺最知名的餐廳 是 然後也是被這個chip and advisor 票選為第一名的餐廳這樣 第一名的啊 對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有幾道菜 其中一道呢 就是它的這個海葡萄生魚片 我們一般吃生魚片 不是就是那個蘿蔔絲 或者對 就是夾在下面嗎 但是它是用海葡萄 那這個海葡萄呢 吃起來其實它就是一個大海的味道 對 然後呢它的口感非常的奇妙 有點像是我們在吃魚卵的那種感覺 它會有一點啵啵啵啵啵這樣子 在你嘴巴裡面爆開來的 是 小宇宙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所以呢 你就會搭配這個魚肉吃了 你就會有一種比較清爽的感覺 它可以 就是讓這個魚肉吃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的膩 對 比較沒有那麼膩口這樣子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這個奶油蒜蝦 這個奶油蒜蝦 對它的奶油蒜蝦 它是先把這個大蝦煮熟之後呢 它這個煮熟的時候 它那個腦 蝦腦的那個醬汁就會留在鍋子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呢 再加入這些奶油去拌炒 還有它們的一些醬料 哇我知道那個醬汁的時候 我真的是把這個盤子裡面的這個醬汁 全部都吃完了 和它起來舔盤子 對 因為這個醬汁每一口都覺得 哇塞它的那個蝦醬的濃郁非常非常好吃 然後另外呢最後飯後的時候 來一杯這個芒果冰沙 哇 清涼消暑 如果有吃過這個菲律賓的芒果冰沙 絕對會這個 屌屌 對絕對會屌住 因為呢 它們的芒果的這個口感是很扎實的 然後這個芒果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濃郁 然後而且甚至你在喝下去之後呢 嘴巴裡面還會帶一點淡淡的這個芒果的這個草味這樣子 然後回到台灣以後最想念的其實也就是這個芒果冰沙 整魚片真的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可是我想問博如 我們吃這麼多生冷食物真的沒有問題嗎 其實我們在吃生魚片的時候啊 比較擔心的是一些微生物啦 微生物 就是油害菌 我們擔心例如說可能會有寄生蟲 對 甚至是一些微生物 對 那其實我們在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最主要是我們消化到的這個好菌 如果說能夠多一點的話 它其實可以去預防很多這種我們遇到的微生物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這邊就舉例 例如說對消化到有幫助的一些食物有哪一些 例如說我們有所謂的山藥啦 山藥啦 蕃薯啦 秋葵啦 它其實呢我們在吃山藥跟秋葵的時候會發現 它是不是吃起來黏黏滑滑的 對 這就是因為它裡面有很豐富的年多糖 那這個年多糖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保護我們消化到 形成一層保護層 對 然後幫助我們比較不會有這個發炎 或者是微生物侵入的一個狀況 再來的話我們平常也可以去喝 例如說優酪乳跟優格 那這樣的一個食品裡面呢 它有很多的益生菌 它有很多的好菌 其實我們可以平常吃一些優格啦 喝一些優酪乳 幫助我們的好菌數量提高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平常去使用一些蔬果發酵的食品 那為什麼要蔬果發酵食品呢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 經過微生物發酵 代謝出來的一些好的後生源 那這些後生源 它就可以幫助我們所謂的這個 保護力啦 抵抗力啦 比較平衡 幫助我們比較不會有這個卡卡的問題啦 消化比較順利啦 會比較的好 搭配的吃 所以來到了巴拉旺 吃的告訴大家了 玩的也告訴大家了 但住的如何呢 就問一下欣宜 住的同樣也很天堂嗎 那當然 是市區的一間絕美飯店 重點是呢 它有一個高空的玻璃游泳池 不管要看風景還是跟君凱一樣 看辣妹都有喔 玻璃游泳池 讓人好嚮往啊 到底在哪裡呢 休息一下 亞洲夢幻海島小旅行 剛來到了巴拉旺啦 這欣宜說呢 要住的這泳池啊 厲害了 還有高空的玻璃泳池 到底是哪一間啊 就是這一間 登登 名字很長 HII普林塞塞港順化度假酒店 就是它 好來介紹這一間呢 它的這個地理位置非常的棒 因為呢它就位於呢 機場只要15分鐘左右的車程 重點是呢 你來到這間飯店 你不用自己開車 你也不用叫車 為什麼呢 因為飯店有免費接駁車 你可以直接呢 預約請它來載你 非常的方便 那來到飯店呢 光這個外型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跟我一樣 很時尚的感覺 對 很時髦很時尚的Fu 然後走進去的時候呢 就覺得白色系 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隨處呢 都有一些這個顏色來點綴 又覺得呢 就是有很活潑 很跳的感覺 那來到了這個房間呢 你可以看到 你看純白色系 是不是讓人家感覺很舒服 很像家 但是呢 它就用了一些呢 圖騰的一些壁面啊 或者是呢 一些比較繽紛色彩的枕頭啊 去點綴它的房間 就讓整個房間呢 又多了一點民俗的味道 或者是呢 有一種活潑的心意的感覺 那來到這邊其實呢 它的這個設施也蠻多的 就包括了像是健身房啊 還有一定要去大家按摩店 你知道在這邊呢 它飯店附設的按摩 居然只要480元 蛤 台幣啊 是不是很誇張 不到500塊耶 對不到500塊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去 如果你住幾晚 你就去按幾晚 對 一天按三次 對 一天按三次 其實都覺得非常划算對不對 就是很舒服 那重點來了 我剛剛是不是有特別講到 它有一個高空玻璃的游泳池 來 就在這邊 非常的漂亮對不對 它除了呢 就是在高空 你可以俯瞰呢 這個漂亮的美景之外 你看它這個玻璃的游泳池 它做的跟一般的游泳池不太一樣 一般游泳池頂多就是 水放下去就是這樣而已 你看到它下面的這個 地板的地方 它用呢 非常漂亮的這個瓷磚 然後呢 它繽紛色彩 藍色 紅色 黃色 你游下去你都覺得 你是一個快樂的小美人魚啊 悠遊自在啊 對 就是覺得呢 有一種很活潑很快樂的感覺 那隔天的早餐呢 也非常的豐盛 除了呢 有一般的這個西式早餐啊 各式各樣的這個鬆餅啊 法式吐司之外 很特別是 它在這邊呢 有西班牙料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之前呢 就是有這個殖民過 所以有西班牙料理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還有各式各樣的自助餐選擇 那重點來了 這一間到底要多少錢 畢竟剛剛小子 隨便一間 動輒都要破萬 對不對 來 各位觀眾 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 厚 厚 厚 兩千多耶 真的是一定要住住看 哎呦 真的是 CP值太高了吧 價格高會不會有沒有 完全中了好不好 所以來到了這個巴拉旺啊 又有美景又有很棒的飯店 而且價格才花你兩千多啊 真的可以去了啦 而且這麼清明 只是我們在這種東南亞度假的時候 最怕水土不浮 對 有時候我們肚子會鬧脾氣 小子你也有這種困擾嗎 大家都知道海島國家就是肉多多 就是吃的蔬菜也不多 然後因為像我們出差採訪啊 有時候我真的很懶得就是背包裡 已經背了這麼多相機鏡頭腳架等等的 還要再瓶裝水的話我就覺得 增加那麼一點點的重量我都覺得很累 都不願意 所以我常常都會把那個瓶裝水放在車上 想說等一下上車的時候再趕快補充 可是有時候一忙趕得到下一個景點 你就完全忘記這件事情了 所以長久下來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蔬菜水果吃的不夠多 水分也喝的不夠多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後面的美食越吃越痛苦了 因為就變成止境不出 不斷堆積 對就是肚子就是越來越大這樣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們來到海島國家 最希望的就是拍比基尼泳裝美照啊對不對 那你到了後面肚子那麼大 你還好意思見人嗎對不對 這時候穿個罩衫遮住就覺得非常的母湯 真的有時候出國一不小心 或有時候一下懶惰 你就會導致自己水土不服 忘記喝水忘記補充膳食纖維 那我就問一下伯爐啦 因為你到國外膳食纖維不是隨時說 要補充就補充了 對其實我們吃膳食纖維 剛才有講到吃膳食纖維 其實還是要搭配水分啦 對 因為膳食纖維它本身要作用的時候 它還是需要吸收足夠的水分 才可以去軟化我們身體的糞便 是 對那其實補充益生菌 確實是最好最快速最方便的選擇 對 那其實市面上的益生菌種類非常的多 多 我們選擇的話有幾個要點可以去留意一下 是 第一個就是菌的數量 數量 以數量來講的話 比較適合台灣人的消化到 會大概是20億到100億之間 這個數量是最適合我們台灣人消化到長度 可以去適合容納的一個好菌的數量 是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我們可以去看所謂的菌種 菌種的話我們盡量去選擇多元性一點的菌種 好那在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可以去看幾種菌 是 例如說凝結牙包乳感菌 或者是鼠里糖乳感菌 這幾類的話它其實在定質的速度會比較快 它進到我們的消化到它的那個生長速度會很快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看有一些比較新的菌株 我可以舉例像是近期發表的一種菌株叫做弱酸菌 弱酸菌它又稱為公入菌 就是日本的那個公入 是 那因為是日本人有發現出來的 那它其實在一些研究還有一些醫學上面 它運用在哪一些地方呢 是 例如我們很多的急性腸胃炎這樣的一個症狀之後 醫生會開所謂的抗生素去做一個治療 但是其實治療的過程當中 它會連好菌一起給殺死 對 所以其實在後續我們在保養的時候 要快速恢復好菌的數量就很重要 那我們用一般的菌 其實我們抗生素可能還沒有代謝掉 就變成是我補充進去 它其實也是沒有辦法去做生存 那弱酸菌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抗抗生素 這麼厲害 它是好菌 它抗抗生素 所以呢它在我們吃進去之後 可以快速的幫助我們消化到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去看 有沒有像是乳霜起感菌 那乳霜起感菌 它有一些代謝的產物 可以幫助我們比較不會有發瘋 或者是皮膚癢癢的這種情況 對 它是一個比較所謂的全面性的一個菌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去挑選什麼 就是它有沒有耐酸耐減 我們在吃益生菌 最怕就是它經過我們消化到之後 它就死掉了 經過胃酸就不見 對 它有可能會被胃酸分解 有一些包埋技術的話 它可以幫助這些活菌 具有耐酸耐減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看 它有沒有一些驗證的實驗數據 一個實驗結果 都可以去幫助我們更快速的去篩選 好的跟適合我們的益生菌 那再來的話呢 也跟大家分享 其實益生菌要好吃啊 多少都可能會做一些調味 但是調味的時候 我們看成分 學會看成分很重要 我發現很多婆婆媽媽 就是隨便買一個很好吃的 單純就是好吃 但是其實有時候我一看到 就是它的這個成分展開 第一個就是寫砂糖 其實糖的部分 其實砂糖它畢竟會增加我們的一些血糖的負擔 比較不好 那我們可以去選擇一些 例如說所謂的寡糖類 例如說或者是糖醇類 那糖醇類大家不要覺得說好像很不好 其實在研究上面來講 糖醇類它對於我們人體的GI值 比較不會去有影響 那有一些糖醇類它對於我們的牙齒 還有預防蛀牙的作用 對 所以呢 這些東西它可以適度的去調味一些益生菌 那我們盡量避開這些砂糖很多的啦 或者是裡面加了很多調味的東西的 我們可以去選擇使用 也不會增加我們人體負擔 那益生質的部分的話 像日本很喜歡用蒟蒻 蒟蒻這個東西它就是屬於沒有熱量的 那平常女性愛美的情況之下 其實吃的話它也不用擔心 所謂的身體負擔的增加 對 這是我們幾個可以去挑選益生菌的一個 可以看的幾個點 每一個地方都要注意一下 真的 沒想到挑益生菌 有這麼多妹妹嘎嘎要注意耶 那想問一下小子你都怎麼挑咧 除了挑對的益生菌之外 我還會看看裡面有沒有添加其他的好物 像我最近就愛上的這一支呢 它裡面添加了天然的膳食纖維蒟蒻粉 和蔬果酵素的益生菌 這個天然膳食纖維蒟蒻粉 它是取自亞洲原生的磨浴根部的那個快晶 就是也是台灣俗稱的蒟蒻 它是一種高純度高黏度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也是益生菌最愛吃的食物 對 所以你就可以讓它在消化道裡面 就是成長茁壯這樣 不會一下子吃進去之後 就被我們的胃酸侵蝕給消化掉了 對啊 那這個蒟蒻裡面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熱量非常低 而且它就是可以吸收比自己體積大50倍的水分 所以讓你的便便就是充滿了水分之後 就會變得比較順暢 那剛剛說到的蔬果酵素啊 這個益生菌裡面它含有58種蔬果酵素這麼多 而且它厲害的是 它是屬於就是讓這個每一種蔬果酵素 都是用獨立酮的發酵方式 它的用意就是讓每一種的蔬果酵素 可以完全的發酵 因為菌珠其實跟我們人類一樣 它會有挑食的問題 你如果給它很多選擇的時候 它也會選擇它自己喜歡的 那你讓它每一隻都獨立的發酵 它就直接讓它沒有挑食的機會 對啊 那我自己是就是固定補充了益生菌之後 我就覺得 真的出差就是變得非常順暢 然後就拍照起來 就也不會有小富婆的問題了 對啊 那每次去海島國家 常常都會有很多姐妹部落客 一起去 因為女生其實常常有時候就真的就是 不像男生一樣就是愛喝水這樣子 女生就常常會忘記這個問題 所以常常他們也都有這樣的問題之後 我就跟他們分享 就大家都愛上 對 那這個益生菌 除了剛剛說到的這些好處以外 就是它自己 它這個益生菌的口感非常好 就是吃起來 除了你配水喝 它單吃也是非常OK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 加在自己的飲品裡面來吃 口感都非常棒 好 所以小子 這有假厚到熟補的概念了啦 但那我就要問一下伯爐啊 那這益生菌到底怎麼補充會比較好咧 其實我們在補充益生菌的時候啊 它沒有特別的硬性規定的時間點 無論早餐 中餐 晚餐 我們會建議飯後的時候去做補充 那因為其實我們在補充益菌 最希望的是它要維持所謂的益菌的活性 那我們在吃完東西之後 飯後的時候啊 我們的消化液會被我們的食物給稀釋掉 所以這時候我們補充益生菌 它對於我們吃下去的所謂的益生菌 比較不會有傷害性 對 那再來的話 我們特別可以去選擇的是 好攜帶的 所以小包裝帶在身上 大家也比較方便去做使用 那我們會建議的話呢 例如說 21到110之間的菌素的這樣的一個益生菌 我們可以一天補充一到兩包 它是一個最適合台灣人消化道的一個 算是一個使用的方式 那再來的話我們也要認明所謂的大廠的製造 對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挑選呢 除了要有益生菌之外 對 我們可以看它有沒有相關的益生質 例如蒟蒻粉就是一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挑選後生源 剛才小子也分享到這個蔬果發酵 蔬果發酵其實就是一種後生源 那這個後生源的話呢 它是經過菌發酵產生出來的這個代謝產物 所以它對於我們身體跟消化道有直接的一個作用 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的順暢 消化比較順利等等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選擇大廠製造 並且有三大 主要有益生菌、益生質、後生源 來去選擇做一個使用 所以挑選的妹妹告訴大家 如果您對我們今天節目有任何的疑問 都可以上我們的粉絲頁來進行查詢 而且今天我們這集還要送大獎 送什麼東西怎麼獲得也鎖定我們的粉絲頁了 今天呢就感謝我們的專家來賓提供的寶貴意見啦 對亞洲絕美的海島小旅行 今天推薦給大家 感謝您的收看《內金燈號》 下次見 拜拜